我们可以再检查一下Storage里面的相关的信息 用一下WX的GetStorageInfo 给它一个对象 添加一个成功的回调Success 得到的响应是Response 然后把这个Response输出到控制台上面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回到模拟器 按一下这个PushMe 这个控制台上会出现Storage里面相关的信息 这里的Case就是存储在Storage里面的数据的名字 这里会有我们之前设置的这个Name 现在我想把这条数据删除掉 我们可以使用一下WXRemoveStorage 它的这个同步版本是RemoveStorageSync 一个对象添加一个K 要删除的数据的名字是Name 在它的这个成功回调的Success里面 我们可以再用一下WXGetStorageInfo 去得到Storage里面的相关的信息 回到模拟器 我们再试一下 按一下这个按钮 成功地删除了Name之后 会在控制台上面输出Storage的相关的信息 你会发现它的Case里面 已经没有了Name 如果想要清空整个Storage 我们可以用一下WXClearStorage 它的同步的版本就是WXClearStorageSync 在用这个方法之前 我们可以再去设置一条数据 用一下上面的这个SetStorage 按一下这个按钮 这样会在Storage里面存储一条名字是Name的数据 然后再用一下ClearStorageSync这个方法 去清空Storage 下面我们再试着去获取Storage里面的信息 回到模拟器 再按一下页面上的这个按钮 清空了Storage以后 会输出Storage里面的相关的信息 那么现在Case里面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们已经用ClearStorageSync这个方法 清空了Storage里面的所有的数据 这些字幕里面的相关